我们来讨论这个负数的四者运算 就是加减乘除 负数的四者运算 遵从它的方法跟时数的四者运算一样 只是多加一个什么呢 多加一个I平浪等于负义 I平浪等于负义 加上时数的运算法则 四者运算法则 就可以得出负数的四者运算 我们现在用时数的运算法则 来证明 也不算证明 说明这样的什么呢 事实上这个因为负数是新数 你这个可以把它看成这种定义 但这种定义的话 它是遵从原来的时数的计算法则 这个的话等号怎么成立的 因为时数对加法 现在负数的运算 遵从时数运算法 对加法具有交换率 L交换率 R还有结合率 那你就晓得说 晓得说这个可以把它移向 移向的话就说 A加上DI 加上多少呢 C加DI 同类相何变 同类相何变 就A加C 加上多少呢 B加DI 这就是结果 这就是结果 然后这个东西 在结合上也有看到的意义 它意义就是什么呢 就是向量相加 这个是十轴 这个是虚轴 然后现在这个数 我们叫G1 G1的话在这里 G1 是等于多少呢 A加上BI A的话是这个 B的话是这个 G2的话是这个 这G2 等于多少呢 等于这个是C加上BI C是这个 就是十轴的分量 D的话是虚轴的分量 然后你两个把它加起来的话 等于什么呢 等于这个向量构成P 四边形成对角线 这个就是G 等于Z1加上G2 这个等于多少呢 这个是十步的部分 这个下来的话 就是A加上C C的话就是这一段 因为什么呢 因为你可以把它平移过来 平移过来的话 X方向的话 这个分量的话 就是C 所以这是 A加C 这是这个 这一点是A加C 那一样啊 那这一点多少呢 你就是说 这一点的话 就是D加上B B的话把它移过去 我就是说 这个一过来的话 B的话 就等于这一段 我这一段的话 把它补过去 这一段就是B 这一段的话就是B 这一段的话就是B 或者说你可以把它看是B Z2加上1 你把它平移过来 平移过来的话 它外分量的话就是B 这一段 我加上多少呢 加上这个是 D加B 就是B加D Di 所以说相量加法呢 相当于是 互数平面上 就是互数的加法 相当于是 互数平面上的 两个相量相加 如果你把一个互数 看成是一个相量的时候 那简也是一样的 简的话 就是平常的 那个 数的简 数的相简 就是A 加上B I 那简掉多少呢 简掉呢 这个是 C加上Di 同类相合并嘛 这是A-C 加上B 加上B-D 在互数平面上 代表两个相量相减 再来看呢 简程 简程的话 也是通常的 那个 分配力的做法 就A 加上Bi 乘以呢 C加Di 那分配力展开来 这个乘以这个 就AC嘛 A-D 加上B-A 加上这个乘以这个 加上A-D 再加上B-A 再加上B-A 加上这个乘以这个 刚刚这个乘过了 加上这个乘不出来 B-C A 加上这个乘以这个 这个乘以这个 我还记住 I乘以I是-1 所以是-B乘以B 乘以B 那我把 實數呢 實部合併 虛部合併 就是AC 減掉BD 這裡有多少 AD 加上BC 這種 透過普通的 分配力 它的乘法 就是說 也是實數的做法 這個能夠導致 兩個互數相乘 它在互數平面上 有一些解合液 什麼樣的解合液 我們現在來看 這個東西的話 我可以把 這裡抽出什麼東西來 抽出根號 A平方加上 B平方 抽出來以後 這個抽出什麼呢 根號A平方加上B平方 我們這A 這裡有多少 這裡有根號A平方加上B平方 我們這B Bi 再乘以多少 這個可以抽出什麼 抽出根號多少 根號C平方加上B平方 就是說 如果你把這個 這個抽出看成一個 向量的話 那這個叫什麼呢 這個就是向量的大小 這個向量的大小 乘以多少呢 乘以是根號多少 根號C平方加上D平方 這是C 加上多少 根號C平方加上D平方 這是Di 好 那這個東西代表什麼 如果你把這個看成 複數平面上的 一點的話 這是等於A加上Bi 好 那現在呢 這個長度就多少 長度就根號A平方加上B平方 你把長度抽出去的話 那這A 這A 這A 除以多少 除以這個長度 代表什麼呢 代表這個 這個叫α 這代表 代表cosα 也就是說 這個乘出來代表什麼 那這個呢 長度我叫做R1好了 R1嘛 這個我如果叫做R1 另外 另外呢 這個 這個像呢 這個像的長度 這個叫R2 R1 R1 這代表什麼 A 除以呢 這個斜邊的話 代表cosα 這cosα 那這都什麼呢 這個B 除以這個的話 代表sinα sinα 然後 然後 這個的話 一樣 這個就是 另外一個像量 這個 我們叫β 如果呢 這個叫做1 這個叫做2 這個叫做2 那這個的話 如果叫β的話 這個就是 cosα 加上sinβ βi 那我現在 給它做什麼呢 做正常的分配率的展開 這R1 乘以R2 正常分配率的展開的話 這個多少呢 這乘以這個就是 cosα cosβ 十部啦 I乘以I的話 是-1嘛 所以十部的話 是cosα cosβ 十部 那個I乘以I的話 是時數 是-1 減掉多少呢 sinα sinβ sinβ 這個是十部啦 加虛部呢 虛部就是交叉相乘的 我就 sinα cosβ sinα cosβ 這是i 這是虛部 這是i 那這個就對了 這等於cosαβ 這是i sinαβ 所以就變成什麼 變成呢 這是R1 乘以R2 那多少呢 cos多少 啊 啊 加上多少呢 i sin sine α 加上β 就是說 當這個向量的話 就是當這個負數呢 乘以這個負數的時候 它本來的話呢 這個方向講是β 啊 這個方向講是α的話 等於β的話 等於β的話 等於被這個負數的話 旋轉了多少呢 旋轉了α角 就是本來是β 旋轉α角 所以就是說 一個負數啦 如果你不看它的大小的話 一個負數呢 乘以一個負數的時候 等於是把這個負數 旋轉一個角度 旋轉一個角度 所以呢 就等於這樣子 好 那我們看到的話 這個 這個的話 這個我如果還給它一個名字 叫做FNAα好了 這個 這個如果給它一個名字叫Fα的話 這個名字就是FNAβ 好 那Fα稱Fβ的話 就等於這個 這個等於的話 就等於這個 我覺得Fα 如果是定義者這個樣子的話 那Fβ就等於這個 那兩個相乘的話 就是Fα加β 我覺得這個角度 變成了α加β 也就是說 FNAα FNA 稱為FNAβ 滿足這樣的關係式 α加β 好 那滿足這樣的關係式的話 是有哪一個函數滿足這個關係式呢 就指數函數 指數函數可以滿足這個關係式 所以現在的話呢 就給它一個符號 把這個東西 給它一個符號 就這樣的函數呢 我給它一個符號 這個的話 就是說給它一個符號叫什麼呢 叫做E的Iα 如果這個給它一個符號叫E的Iα的話 就是Fα定義成這個樣子 這個東西我給它一個名字叫這樣子 寫這樣的話呢 會很方便 那如果你把它寫這樣的話 那這個呢 就寫成E的Iβ 那因為呢 這個函數它有指數的性質嘛 所以你直接相乘的話 這個就變成多少呢 E的多少呢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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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的話這樣就很方便了 很方便 好 那我們現在回來看看 看看以前 我們這個什麼呢 我們這個I的性質 我們這個I的話 它I的這個什麼性質 I的話呢 在附屬平面上代表什麼 X 在Y軸 附屬平面上代表呢 這個單位向量 Y 沿著Y軸的單位向量 這個叫I 那我現在I乘I的話等多少 I的話可以把它看成是一個什麼 看成一個作用值 這個的話呢 就是90度 90度的話就2分之π 這個看成呢 是E的多少呢 2分之π 然後把這個向量的話 把這個向量 這個看成一個作用值 把這個向量的話 轉什麼 轉90度啦 就跑到這裡來 那這個的話 單位向量轉90度 跑到這裡來 這就是-1嘛 也就是說 I 我給它旋轉90度以後 就變成-1了 然後-1的話 你再給它乘以I -1再給它乘以I的話呢 再轉90度啊 就變成-I 那附外再乘以I的話呢 就變成-再轉90度 就變成-1啦 所以呢 就四次一週起 四次一週起 好 那我們呢 之前喔 有講喔 有講說 我們說喔 我們說像什麼呢 像X平方 X平方 等於1 我現在給它開根 給它呢 取它的平方跟 它的平方跟有兩個 一個什麼呢 一個是等於一 正-1嘛 一個是負一啊 這代表什麼意思喔 代表說 X平方等於1,它有兩個根,一個是1,一個是負1 它剛好是差180,因為轉一圈是等於360 它平方以後要回來,X等於1等於是賺360度 平方等於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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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於360度 2πi,2πi等於多少呢? 1等於2πi等於1等於cos 360度 加上多少呢?sin 360度 2πi 但是我們曉得說,這個sin cos是走起函數 我再給它什麼呢?給它加個什麼呢? 加個2mπ 再給它加個2kπ 還是等於1啊? 還是等於1? 好,那我現在的話呢?要什麼?要開平方嘛 開平方的話,等於什麼呢?等於是說 等於 等於 等於把這個呢,指數除過來 也就是X 就等於多少呢? 等於1的多少呢? 2πi 加上2kπi 那除以2啦 所以它的解的話,1的多少呢? 2πi πi 加上多少呢? 加上kπi kπi 好,那你的k的話呢?可以從0開始帶 當你k是帶0的時候,就是1的πi 1的πi就好,它的解就是負1啊 1的πi就等於負1 那如果k的話,帶1的話就是2π 2πi的話就是1啊 所以它會有兩個解 剛好呢? 剛好繞一圈是360度 有兩個解的話 剛好它們距離的話是180 好,那這個觀念的話可以用在什麼呢? 用在呢? 所以我們就說嘛 你就說那個 平方根的話 平方根它兩個根的話 它是相差180 180的話 我們這個根號的話 就取什麼呢?取正數 一個是正根,一個是負根 那你說S平方的話 等於呢 這個2的話 那這個時候怎麼弄? 這個時候的話 當然什麼呢? 當然就是說 你這個可以把它寫成呢 那個 或是說4好了 這樣的話比較好解釋 那4的話可以把它看成什麼呢? 看成是4乘1嘛 那4乘1的話 那x的話 這個x平方的話 等於1的話有兩個根嘛 正乎1嘛 所以x的話呢 那這個啊 這個就是r1r2嘛 r1r2是取大小的 那這個開平方的話是2嘛 乘以多少呢? 這個1開平方的話是正乎1嘛 所以它就會有兩個根 一個正2 一個乎2 那我們呢 這個符號 這個符號的話 取正根 就是2啦 好,那這個觀念的話 如果用到那個3次方根 3次方根的話 比如說x3次方等於1 它會有三個根啦 首先有一個根的話是1的地方嘛 因為根的話 這個會構成一個什麼呢? 一個三角形 正三角形 而且整個是100 180嘛 180嘛 整個是360 除以3的話 就是2拍嘛 2拍的話呢 除以3 3 2拍是120度啦 這是120度嘛 這是120度嘛 這也是120度啦 剛好這個都是120 120啦 120 這怎麼看呢? 這個可以寫多少 寫成1的多少呢? 這個多少? 這是2拍 我直接寫2 k的什麼呢? 2拍i k的什麼呢? 2拍i k的2拍i 這等於1嘛 那我x的話 就等於多少 兩邊開3次方 就1的多少呢? 3分之2k拍i 那k的話呢 可以代多少? k代0 當k等於0的時候 就這個解 這k等於0 k等於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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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0 這我們是1嘛 那如果k等於1的話呢? k等於1的話呢? k等於1的話 se 就等於1 2拍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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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拍i是120啦 就是這個解 就是這個解 這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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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cos 3分之2拍i 加上 i sin 3分之2拍i 3分之2拍i 這個解 就是等於2拍i 就是負的 這個解 cos 3分之2拍i 3分之2拍i 是正的 這個解 3分之2拍i 這個就等於這一點 x4 2的話 等於多少呢? 1的3分之4拍i 帶2的3分之4拍i 就等於這個解 所以我之前說 1的三次方根 有三個解 一個是1啦 另外一個兩個是負數 那我們說 這個三次方根 1的話 開三次方根的話 我們是取 取十數 取十數 就是1 另外兩個數是負數 那同樣道理啊 如果是x的三次方 x的三次方 x的三次方 等於負1的話 它也有三個根 負1 它要三個根 這三個根的話 其中有一個根 是十數 負1開三次方 有一個根 是這個根 是負1 另外兩個根 是負數 兩個根是負數 怎麼看? 這負1的話 負1是等於1的拍i 那這拍i我可以再加一個2k拍i 好 那麼3的話 把它除過來 3除過來以後 x的話 有三個根 1的話 1的話 1的三分多少 π加2k拍i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 當你 k如果等於0的話 k如果等於0的時候 它有一個根 第一個根 就多少呢? 三分之πi 那π的話 就是60度 三分之π是60度 你360 這個是180 π是180 180除以3 368 剛好是60度 這個幾? 長度等於1 然後呢 k如果等於1的時候 這是第二個根 等於1的時候 等於1的時候 就是多少呢? 就等於2拍加拍 就是3拍 就是-1的 1的多少呢? 1的是3拍 3拍除以3就是πi 就是 這個是60度 上次拍是60度 這個是180 180就跑到這裡 這個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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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1 另外這個根 是多少呢? 那 k如果是等於2的話呢? 等於2的話 這4拍嘛 4加上呢 4加1 4分之5拍嘛 4分之5拍嘛 3分之5拍嘛 3分之5拍啊 就1的喔 3分之5拍啊 等於3分之5拍嘛 等於2拍減掉什麼呢? 2拍減掉3分之π 就在這裡 2拍減掉3分之π 60度在這裡 所以的話 它有3個根 1個根是-1嘛 另外這個根的話在這裡 這個根在這裡的話多少呢? 這個x1的話等於多少? 欸 這次寫錯了喔 1的呢 3分之πi 就cos 60度 這3分之π嘛 加上 i sin 3分之π 60度 等於多少呢? 2分之1 加上 2分之跟到3i 就等於這個 它也有呢 三個根 其中呢 有一個根是十根嘛 所以之前我說 那個呢 這個 這個 這個喔 這個開三次方的話 是取什麼呢? 取它的十根 互一三次方的十根就是互一 另外兩個呢 是互數根 另外兩個互數根呢 就不取 我們的 根數的話 都是 就是 雞次的話 都是取十根 然後 藕次的話 都是取正根 藕數的話 一定有一個正的 一個戶頭 都是取正根 是這樣 好 那再來我們看看呢 這個儲法 儲法它運算的話呢 也遵循什麼呢? 遵循喔 這個 這個普通呢 那個十數的那個做法 只是說呢 我們要把這個戶數喔 把它寫成標準式了 就十部 加上呢 虛部 那十部叫虛部的話 你就必須把什麼呢? 分母喔 把它給它畫成十數 那畫成十數的話 要怎麼畫? 我就喔 給它乘一個共二戶數 我C加上DI 給它乘一個共二戶數 我共二戶數就是什麼? 就是 C 減掉呢 DI 那上面呢 同乘一個戶數 同乘以呢 這個 數的共和戶數 C減掉呢 DI 那這樣的話呢 父母就十數化了 喔 父母怎麼十數化呢? 就是說 這個平衡嘛 就C的平衡嘛 減掉多少呢? 減掉DI的平衡呢? 那這I的平衡是等於 負一嘛 負一乘以負一 就是正一啦 所以這是C平衡 加上D平衡 加上D平衡 所以這C平衡 加上D平衡 那這個的話 十部的話 就是AC R加這個 AC嘛 那負I I乘以I又負一 負一在乘以 負一的話 正一嘛 所以這兩個相成的話 是等於BD 加上BD 這樣十部就算出來了 然後虛部呢 虛部的話 也虛部的話也會算出來 加上多少呢? 加上這個是C平衡 加上D平衡 那虛部的部分呢? 就是BC嘛 減掉AD VC 減掉AD 然後呢 這個是虛部 這個就是呢 負數的四者運算 到達到達到達到